美债收益率再次下降 美股板块轮动再次开启 这次又轮到哪个板块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2021年3月11日星期四 我是GoMarkets分析师Coco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昨天晚上美国市场表现 昨天晚上科技股在周二才上演 绝地大反击之后 昨晚美股又开始板块轮动 盘前公布的美国2月CPI 核心数据不及预期 引发了部分缓和了市场 对于通胀上行的担忧 消息公布后 美元指数短线下跌之后 进一步跌离近三个月半以来的高位 比特币盘中一度突破 57,000美金大关 逼近历史新高 目前报价56,700美元 股市方面三大股指总体上行 但部分科技股重启跌势 拖累纳指短线下跌 能源和银行板块涨幅之前 其中在周二晚上网课推荐的 艾克森美孚和康飞石油 涨超约3% 放六大科技明星股集体下跌 其中苹果领跌 而谷歌的股公司Alphabet下跌 最小约0.2% 特斯拉在上个交易日上演绝地大反击之后 昨天晚上收跌约0.8% 热门中概股在纳指小幅下跌之后也下错 蔚来汽车小幅下跌 哩哩哩哩哩百度下跌约4% 大宗商品方面 黄金欲两周以来首次创下两年涨 但随后涨势收缓 目前报价1726美金 原油终结两年跌 目前WTR原油报价64.7美金 布伦特原油报价68.7美金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ak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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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by bwd6 感谢观看